CNN三运的一个独家报道者,多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,美军太平洋舰队已经制定了一项秘密提案,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展示武力警告中国。 报道者,该提案建议太平洋舰队在11月的一周内进行一系列活动,以证明美国和同时在多条战线对多个潜传对手进行反击,该计划还建议美军的舰船和飞机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全是航行自由,这意味着美军将靠近中国军队开展活动。 不过,美国防部官员同时表示,无意与中国卷入战斗,无小大牢和太平洋舰队都拒绝就这一报道,进行证实或评论。 不过CNN称,该提案已经有一项行动的机密名称,该名称已在军方的多个层面传播,美军要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周围开展大规模的挑战活动吗? CNN的这一报道还不能看作这一动向的明确证据。 不过这一报道似乎支持了华盛顿,正在全面调整对华战略的判断,美方对华挑衅的频率和强度都可能增加,看来是高概率事件。 中国社会正在心理上逐步适应美国的对华战略扫整。 我们相信,从政府机构到军方都在制定相应的预案并开展有关准备,因此现在,无论从美方传出什么样的对华施压信息,中方都不至于狂乱。 中国人对国家有能力应对美方的挑衅还是有信心的? 尽管遇到这样的事情会让人不愉快,中国人对南海和台湾海峡有通航自由不存意义,但都知道美国人高调宣誓航行,自由是冲着中国来的。 谁在中国的这个位置上,都会有被挑衅感,美方的舰船和飞机越靠近中方陆地。 这种被挑衅感就会越强烈,美国必须对这种挑衅活动进行克制,不择中方的反制行动,必将随之升级。 中方加强对美方舰机的驱离行动,反过来会让华盛顿产生被挑衅感,中方受到的压力就会转变成美方的压力,或者成为双方的共同压力。 这就是美方升级挑衅将付出的代价,由于解放军在中国济海的力量很强,而且有岸上军事部署做战略支持,美军在中国济海不可能形成他在世界其他地方,可以目空一切的心理优势。 他必然要认证点亮能把表现做到哪一步,眼看中方的可能反应,这一切对他来说肯定也很累。 美军越往前拱,其遭遇解放军激烈反应的风险越高,双方舰机对峙的距离会越近。 这样的情况极限化,等于将中美战略关系及亚太和平的决定权,交给具体的飞行员和舰船指挥官甚至轮机长。 和平与稳定会在某些时刻变成令人心跳的钢丝舞。 华盛顿如果想这么玩,中方没有奉陪他,因为美国是逼到中国家门口来搞事,美国要抠国际法的字眼,我们也陪他抠。 但建平常识就知道,他来者不善,美方需要清楚。 长期挑衅中国这样的大国,对他不可能形成收益。 这些挑衅将不断刺激中国关于加快构建战略版智利币要性的觉醒,而中国这方面的能力既今显然,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。 中国军费的GDP诈币不到1.5%,而美国是4%,此外中国战略和力量的规模与美国有着巨大差距,而一旦中国在这些重要方向上发力,又是多么容易扩大让美国真正感到不安的力量。 所以我们却五角大楼在制定大规模挑衅中国的计划时,都想想美望将因此而受到了的相反压力。 中国进海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表演大便主义的舞台。